乾隆南巡来到扬州 汪朝宗冒死惊剑 痛臣严正的五大弊病 老汪讲的五条中有三条是让乾隆最为头疼的 分别是炎雾中的陈科击毙和捐书过重 其实这些事情虽说难办 但乾隆一句话就能解决 但他不能这么做 因为他心里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单一炎雾这一块 而是天下九州万方 大人不仁 朕坐在这个位置上 要顾着天下 就顾不上每一个人 臣明白 你不明白 来来来 你不明白 乾隆对老汪解释 当年对大小金川用兵 满朝的文武都不同意也不理解 但他依旧这么做 为的就是让大清这辆马车能转起来 而不是趴在原地不动 生事比乱是难 成平日久死水一潭 要搅乱这潭死水 要让这个天下活起来 朕就不能不作为 不能不花银子 老汪听得似懂非懂 但也不便再多说什么 毕竟乾隆也有自己的通盘考虑 即便是冒死境界也要掌握分寸 紧接着乾隆又谈起了隐暗变更问题 虽然老汪他们这一众的言伤多次上书请求解决隐暗问题 但乾隆却是一直没同意 真将与扬州隔江相望 却只能卖浙言 远在敏干边界的江西建昌 却是两怀的隐暗 真何尝不止啊 要是把建昌划给福建 那福建的丝严 就会流向福州 南昌 这一让 那就一发不可收拾 当然了 这也有私心 这怀言啊 税重克多 民言税清克少 变更引荐 两怀消去必受冲击 这朝廷的 严格收入 乾隆最后一句话还没说完 一群大内侍卫就抬着擅闯康山草堂的郑东兴进来了 乾隆和老汪的会谈也由此被打断 好在该说的话基本上也已经说得差不多了 罢臣罪该万死 什么人啊 回皇上 他就是扬州八怪之首 郑东兴郑先生 放肠 老郑看到乾隆的那一瞬间直接就傻眼了 就这么着和乾隆四目相对 缓过神来的老郑刚瞄了老汪一眼 乾隆就发话了 他没想到在乾隆二十一年他清点的近视 如今竟是这么一副骆驼不羁的模样 好歹你也算是朕今年的门生 在这江南行圣只知道为所欲为 不知道王朕多用掉心 你呀 其实老郑是被老汪有意请来的 作为扬州八怪之首的老郑才华横溢师书画三角 在江南文坛声望颇高 而乾隆又正好爱好诗文喜欢吟诗作曲 有老郑相陪将会平添很多乐趣 很快乾隆喜欢作诗的老毛病就又犯了